今天我們第一位講者是Mosky 那相信如果你在台灣的Python社群 有待過一段時間的話 都對他不陌生 然後他今天要講的講題是 Practicing Hypothesis Testing in Python 那我們就不耽誤他的時間 請大家用熱烈的掌聲歡迎他 好 謝謝大家 那對 不好意思我感冒了 所以戴著口罩 因為這一次第一天的病毒 讓我覺得非常可怕 忽冷忽熱 然後全身發汗 對 就是今天會盡量縮短在這邊 傳染給大家時間 趕快就是離開不要躁孽這樣 好 那還好我還是有聲音的 所以希望這樣的聲音 大家還是有足夠清楚 這樣 好 那今天很高興可以在PyCon 來跟大家講一點統計學 欸 蠻有趣的 統計學 那我的主題是 Practicing Statistics in Python 那主要是想跟大家介紹 Hypothesis Testing 假設檢定 這個統計學裡面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那也是 因為之前玩了一點Data Science 玩了一陣子之後 就有時候會忘記說 欸 就是大家多數的朋友們 就是可能是Pure的後端工程師 Pure的工程師 那真的數學 真的就是我以前也是把數學全部還給學校老師了 那自己學了很多之後 有時候會忘記那個 欸 原來自己曾經當時的那個數學程度是很低的 那也是剛好 欸 我覺得PyCon就是投稿 就Review的機制真的是蠻好的 欸 就建議我說 欸 那個Hypothesis 我本來有像是寫Hypothesis Testing in Python 那Hypothesis是一個Python套件 大家知道嗎 欸 我也是不知道 Reviewer跟我說的 我猜 他說可能會誤會 那我就好吧 那我把標題改成這樣 對 那也是就是 噢 就是 噔噔 就是原來就是大家就是 對於統計學就是沒有接觸過 真的是有一段路 一段不短的路這樣子 那我今天會盡量用就是 最工程師 我今天覺得很開心 工程師的language跟大家介紹statistic這個東西 好 那主要是因為有時候受限於不同的場合啦 有些地方很憋 你要用那個 就是什麼一般的 大家平常講話的 然後要介紹的統計學 那你又不能用一些工程語言 那介紹很痛苦 那就是 對對對 所以我今天覺得蠻開心的 就是我可以用這個pure的工程師語言 來介紹統計學 覺得非常愉快 好 那統計學這個東西 可能今天很多人來就是覺得 欸 Musky演講 應該要來一下 沒有啦 開玩笑 就是可能也不太確定這個東西是什麼 那我先給大家一點想像好了 那因為我自己是後端工程師嘛 就是做產品 就是後端工程師貴 後端工程師 我們公司最重要的事情 是要deliver產品給我們的user嘛 那後來發現統計學在做產品 欸 還真的是蠻有幫助的 那怎麼給有幫助法呢 就是我們最常見的 欸 我們切兩群人啊 我們看做A B Testing 這是一個 那可能是 今年跟去年的比較 這也是一個 那很多時候有時候比出來 數字差一點點 啊到底有沒有真的差比 那這時候就是統計學可以告訴我們 他可以讓我們有一個 呃 輔助我們判斷的一個基準 可以告訴我們說 到底是真的有差 還是 其實只是Noise而已 所以我自己是發現 如果你是後端工程師的話 欸 學一點統計還蠻有用的 所以我今天也會用非常工程師的角度 來跟大家介紹統計學這個東西 好 那我們要開始囉 好 那我們就到剛剛那個情境 我們先看到的一個數字是0.7196 我後來發現有點難記了 不然就0.72號 好 那這是控制組量到的 A組的數字 或者是今年量到的 Anyway 沒關係 就是一個組別 那B組量到的是0.7552 那麼就0.76號 那可能是 欸 有沒有按這個按鈕的比例 這樣可以嗎 有沒有比較好想像 欸 那到底哪個比較好 是不是Noise呢 是不是造訓呢 那這邊幫大家解釋一下造訓 像我這邊很多人嘛 那如果我隨機抽三個人出來 它是一組 再抽三個人出來的一組 分別算平均身高 那個平均身高應該不一樣嘛 那就代表他們都不是從這個教室來的了嘛 有一群可能是R2來的了嘛 不代表嘛 它就只是抽樣上的一個誤差而已 對 那就是會有這樣子的東西來干擾我們的判斷 這是一個問題 好 但是假設檢定可以幫助我們回答的問題 好 那如果有人不認識我 欸 我真的有點好奇 有點久沒有來拍抗了 欸 你本來就認識我可以舉手嗎 好 剛剛好像有點太嘴泡了 不好意思 對 好 我是Mosky 那我是在Pinkoi工作 Pinkoi是一個賣設計一個很棒的平台 那我在Pinkoi印在名片上的title就是Python Charmer 對 我很喜歡這個title 就是因為一方面它有那個Snak Charmer的意思 就是那個中東那個五蛇人 那個蛇會這樣啾啾啾起來的 五蛇人的意思 那Trammer本身有魔術石的意思 然後雖然今天戴口罩 但Trammer還有一個意思是 好 大家沒有Gate到 好 有魅力的人 欸 我好幾場大家都Gate的到 好 沒關係 今天可能大家還沒有睡醒 好 顯然是不太喜歡Keyno是吧 欸 今天有錄影 不要太嘴泡好了 好 平常演講嘴泡罐了 不好意思 我在各個地方都有給過很多演講 就包含各式各樣的拍抗 所以這邊今天有三分之二的Brand是我非常好 好 就包含了幾乎每年都會來的 拍抗台灣 但剛好最近沒有來啦 去年沒有來 然後馬來西亞 韓國的 日本的 新加坡的 還有香港的 跟一大堆的 欸 沒有一大堆的 好像兩場而已 Cost Cubs 還有一場TEDS 還有一場Open Source 好 那教Python教了無數個小時 教到懶得算到底是幾個小時了 那有些Python Packages 那如果你想要看就是我以前的演講的紀錄 或者是Slide等等的 你可以到Mouse C.TW來看 好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就是先介紹假設檢定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一個非常簡單的介紹 讓大家可以先上手一下 那再來會介紹兩個假設檢定 一個是Welch's T-Test 還有一個是 Chi-Square Test 那分別是用來檢定平均值跟比例 兩個不同的統計量 那再來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我覺得是可能大家自己學的時候 很容易忽略的 叫做Power Analysis 那這真的是蠻重要的 就攸關於可不可以 Construct一個Solid的Hypothesis Testing 那最後就是更多的測試 然後最後跟大家介紹一次完整的步驟 好 那我剛開始想做這個主題的時候就很開心 就有沒有 就是從我自己怎麼重新學會數學 就把一些理論的東西全部都準備好 然後想分享給大家 後來發現好像太難了 太detail了 大家沒有辦法 但是我覺得把這些東西刪掉真的是有點QQ好 所以就是我有整理 就是第二part 那這今天就不會講 不過你可以在網路上找到所有的內容 就是比較理論的部分 好 那今天的包含PDF Notebooks 還有Pactrics 如果你想在你的電腦reproduce 一模一樣的環境 就是可以按這頁的slide去做 那簡報PDF 都在Speak Deck 都在給號碼上 好 那我們首先就來做一個假設檢定 好 那我們第一個問題是 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 最常做的一個決策的困境 to buy or not to buy 好 那我們今天假設是要買一個燈泡嘛 好 假設買一個燈泡 好 那我們買燈泡 如果你在一個PC Home 有錄影 會被馬掉嗎 應該不會吧 好 應該是在一個線上的商店想要買燈泡 好 那我們做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一定是看它的評價嘛 就看它的贈品有多少 負品有多少 那如果你今天是買燈泡 你看到100個評論裡面有10個是負品 你可能會覺得這燈泡是發生什麼事情 10個人一個就給負品 你可能就不會想買 好 那如果100個裡面有5個給負品呢 燈泡這東西 可能可以賭賭看 你可能便宜嗎 賭賭看 那如果100個裡面只有一個給負品呢 欸 應該沒問題 我應該不會是那一個 好 對 假設簡易大概就是這樣 那你會拿到一個類似負品的東西 它叫做P-Value 那你可以根據這個P-Value去決定你要不要接受這個風險 好 那我們換一個情境 那比方說你可能想買筆電 好 那筆電比較嚴肅一點 筆電比較貴 好 那可能 如果是十分之一的負品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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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這個 中漲機率太高 不行不行 那100個裡面有5個 可能還是不行 這個筆電錢花下去就是 就會跟他們完美聊 如果有問題的話 好 那1百分之一 那可能勉強還可以接受 好 那這邊想告訴大家就是那個P-Value算出來啊 會根據你的不同的情境 你會做不同的判斷 所以P-Value算出來 那個情境還是蠻重要的 而且其實P-Value不代表一切喔 就像我在買這台MacBook Pro前 我也問了很多朋友 大家都告訴我說他們的鍵盤沒事 那我的鍵盤在買了一年之後 Enter 就連點 這就是人品的問題 這不是統計學可以幫你的 好 對 好 那我們要怎麼在統計學上做我們的負品呢 其實蠻有趣的 這件事真的是蠻有趣的 好 那所以我們在逛線上的商店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負品來看 但是在現實世界裡 我們沒有每個東西都有一個負品 那我們可以利用統計學來幫助我們建構這個負品 統計學怎麼辦到呢 就是用假設 好 那我們就build一個model 我們假設兩個母體的平均值是一樣的 這樣長大有沒有覺得很可怕 反正平均值是一樣的啦 好 那我們就把觀察到的數字丟進去 然後看看它會吐什麼樣子的P-Value給我們 好 那我這邊再多解釋一下喔 那假設兩個母體的平均值是一樣 它的意思其實就是期望值相減等於0 那我們先不要管那個期望值什麼之類的 你就是x-y等於0嘛 沒有 我就比較好懂一點 對 那之所以要等於0 是因為數學上很多很複雜的東西 那你一旦把它等於0 或者等於一個什麼之後就會變得很方便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東西 來做出一個統一學的模型 然後把資料丟進去 然後看這個幾率值是多少 就代表說我們給定這樣子的模型 觀察到這個資料的幾率是多少 那我們就可以根據這個算出來的這個值 就叫做P-Value去做進步的判斷 好 那所以其實假設檢定說穿的就是這樣子了 那只是比較複雜的地方在於 各種不同的假設檢定的方法 會根據各種不同的前提來做那個模型 那通常對工程師而已 我們都不用太等心 通常就是去SciPy拉一個Function資料丟進去 P-Value就出來 對 就是Python 就是Import Anti-Gravity 我們最常幹的事情 好 對 沒錯 就是這樣 好 那這邊有 我覺得對大家來說最困難的會是一些 莫名其妙的統計學的名詞 那這邊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好 那因為假設檢定是一個非常數學的東西 那我們剛剛是說一樣嘛 如果不一樣也很難建一個模型 假設他們不一樣 所以呢 沒有所以 好 我們假設一樣我們還可以比對說 他們實際上有什麼不同 假設不一樣就沒有然後了 對 所以在數學上很喜歡用相等來處罰 但是現實生活中不太一樣 現實生活中 比方說像假設檢定 可能最早是可能要佛生物學 那生物學我們是想判斷 這兩個物種是不是一樣的嘛 那我們通常希望得到的答案是不一樣的 那醫學上我們通常也希望達到的是不一樣 因為一個病人他從死的我們希望他變成活的嘛 對不對 那成品我們也希望拿到一些不一樣 方說我希望 我不希望一年都幹白宮嗎 希望做出一個精美的按鈕 讓大家就是更願意下單這樣子 對 那我們都希望不一樣 所以就變成跟數學上建構這個model的概念有點相反 所以在統計學上會給兩個詞 來稱呼這兩種不同的假設 一個是說 如果假設裡面有包含相等 那它有一個名詞 叫做now hypothesis 或者是台灣人喜歡念now hypothesis 那就沒關係 它就只是在描述說比較適合用來建 直接用數學建立模型的假設 它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只是選了一個就是監測的字 好 那另外一種就是如果是不相等 或者說有好或者是壞 那這種就是alternative hypothesis 好 那這邊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是說p-value的意思是給定那個假設相等的假設 然後你觀察到你的資料的幾率 那這是一個蠻重要的地方 就是p-value永遠都是根據這個定義 因為你只有在假設相等的時候 你才可以利用統計學做一些模型 好 那 再來又有一些更多的數學名詞 不用擔心就到這裡了 好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嘛 我們都會看說 到底有多少比例的人是負品 那我們像電腦等等的 電腦或是燈泡 我們就會有不同的判斷標準 那這個判斷標準在統計學上 會簡稱叫alpha 那中文是顯著水準 好 那它通常傳統上是設在5% 不過大家也知道 就是買燈泡跟買筆電是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其實還是蠻看你在做什麼研究 在做什麼判斷來決定的 那通常如果p-value小於這個alpha呢 我們就是可以拒絕它們不一樣 好 那就是可能就是可以做出就是 它們是不一樣的這件事情 好的決定 那如果這個p-value就是 好像有點高 高過你設定的門檻 那又沒有真的太高的時候 那你可能就不能那麼明確的說 它們是不一樣的 那你可能要再做進一步的判斷 那p-value基本上就是這樣子用了 那這邊都用符號有點複雜 那這邊有一個就是美國心理學會 或者是說新英格蘭醫學雜誌 我問了一下是 醫學的top1的journal這樣子 他們建議描述p-value的形式是這樣子 就是p-value算出來 如果小於某個特定的數值 那你就可以用特定的warding 跟特定的信號來描述它 那通常都是越低越好 你們假設一樣嘛 然後如果觀察到這個資料的機率很低 那就代表它們不一樣的可能性其實還蠻高的 對 好 那不過有蠻多的研究者也建議不要用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其實那個門檻是還蠻看contest的 那以上有醫學跟心理學的contest 那如果大家自己回去拿自己公司的數據算 尤其如果你是做電賞 那那個p-value常常都超級無敵低的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那個simple size 跟做心理學跟做醫學研究有非常大的天差地比 所以就是他們有他們的convention 我們可以參考看看 但是因為就是根據不同的情境 會有不同的標準 而且你也很難訂一個普世都OK的標準 所以很多研究者會建議說不要用 對 就是有各種誤會啦 好 那不過這邊要特別講一下 我今天事情很生氣 好像今年三月吧 就是Natural登了一篇文章說 那個然後中文的翻譯是說 什麼科學界說要拋棄p-value之類的爛翻譯 但其實根本不是這樣子 如果你真的去看原文 那它的意思是說 就是說不要用p-value來做二分法的劃分 就是鼓勵大家可以把p-value寫出來 然後多一點補充 而不要就是用顯著跟不顯著 那麼二元化的答案去描述p-value 差超級多的 好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 在這邊科普一下 就是不要被台灣的內容農場給誤導了 好 那以上是大概念的部分 那後面就會輕鬆一點了 好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玩一些有趣的 假設檢定 好 那假設檢定就是一個非常適合 拿來回答yes or no的一個工具 那比方說平均值或者是中位數 然後在兩個母體是不是一樣的 那我們可能很常做的就是說 那訂單的數量 就是在A組跟B組訂單的數量是不是一樣的 那我們可能想知道就是說 我們做了一個活動 或者今年跟去年比到底有沒有差 對 希望只有差 沒有差就滿QQ的 好 那再來我們會關心的可能就是比例 兩群人A組跟B組的比例上有沒有變化 那我們通常最關心的就是轉換率嘛 那在電商裡轉換率就是你來的流量 到底有多少有下單 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那因為這兩個數字還蠻不一樣的 在統計學上有不同建構假設檢定的方法 所以要獨立出來看 好 那今天很可惜沒有辦法拿公司的資料跟大家demo 不過我找到一個非常有趣的資料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就是說 對於婚姻評價是爛跟不爛的人 會不會有不同發生婚外型的次數 應該會有吧 我也不知道 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第二個是說 職業會不會影響他發生婚外型的次數 這就滿有趣的 不知道Foreign跟Backhand的差別是什麼 好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好 那那個 然後就是對婚姻評價的破跟男破的 會不會有不同發生外型的比例 那前面是次數 後面是比例 那微妙的不同 然後最後面就是我們再來看一次職業 好 那雖然我也很想去各大康福發問卷嘛 不過這個問卷是來自就是Fair這個Data Set 它是在一個1970年的雜誌的問卷 還滿有趣的 總共有6000多個回覆 好 那如果你對這種分析的步驟很有興趣的話 我有準備另外一個我自己用來分析的步驟 給大家參考 我這邊就是講比較for fun的 好 那這個資料集沒有很多資料 大家回去可以玩 我覺得很有趣 比方說對婚姻的評價有1到5 那我是把它直接分成破跟男破這樣子 那有結婚的年數 小朋友的數目等等 我們沒有用就不講 好 職業 他的職業很可惜沒有分for-end跟back-end 沒有分寫python寫Ruby 好 那他主要是分成就是學生 然後類似農業的白領階級 像老師的 像商人的 然後有 欸 有比較好 我沒有放錯 我好像放錯了 好 沒關係 我再改一下 好 反正就是這幾個職業 那這是一個非常有趣 欸 是70年代 80年代 突然忘記了 好 那它是在一個這樣的場景下 很有趣 就是這是水門案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美國水門案的那個時空背景下 然後越戰結束 然後石油危機 然後就是disco 這邊沒有那個燈 disco就是很盛行的一個年代 好 那這邊先告訴大家答案 就是 因為之後會分別介紹 就是每一個項目 那邊跟大家知道答案 我們通常就是做完分析之後 就會summary成了一個類似像這樣子的表 那上面就是說 欸 對婚姻評價是 non poor跟 poor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發生或外情的次數 分別是0.64跟1.52次 那upleaf是b除以a-1啦 就是我們很常見的那個成長率 那就是poor增加了138% 那有時候就是因為你不知道 是到底增加是好還是不好 你就很難說 那我們算出一個p letter 是少於0.01 就是非常顯著這樣子 那我們看比例的部分也是 多了120% 少於0.01 好 對 所以我們在就是婚姻評價部分 就是跟發生婚外情的次數有非常顯著的關聯 這樣就是大家常常看到新聞或者是paper上會有的描述 就是這樣子來的 那下面就比較有趣囉 下面就是你看到就是農夫跟白領階級 他們發生婚外情的次數是0.72次跟0.76次 但是增加了6% 那大概6%大概有一些context 就好像蠻多的 我那個公司營收增加6% 可以了 上市公司可以了 好 那你看算出來的peak value就是只有 就有0.698 那就代表說 我們假設一樣 然後這組資料我們觀察到 幾率高達7成 比試骰值還高 所以就代表他們應該就是一樣的 其實沒有什麼變化 那下面那個就也是蠻有趣的 就如果你算比例的話 那它的upleaf有加21% 那它的peak value也是蠻低的 所以也是有顯著的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假設檢定 做到這樣子的表格 好 那實際上怎麼做呢 我們來demo就是四個算法 都demo給大家看一下 那第一個是我們利用 Will choose t-test來進行運算 那就是通常 跟所有就是data science一樣 最麻煩的東西就是要先preprocess 那我們就是先preprocess成 破跟non-破 那我們把它describe一下 就可以拿到左邊的表格 那我們就做測試 那就做hypothetic testing 然後就測到就發現 這個機率 假設他們發生外情的次數一樣 那我們觀察到這樣數字的機率 其實還蠻低的 的機率還蠻低的 就是2.7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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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9個0 非常的低 對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說 我們不相信他們是一樣的 這樣子 所以他們實際上可能就是 沒有發生婚外情 跟發生婚外情的次數分別是0.64 跟1.52次 那這時候把圖畫出來也蠻能幫助理解的 那個bar的部分是 值得 值得bar的部分是95%的confidence interval of mean 那就是有95%的機會 會包含到真實的平均值 那這邊的概念是說 因為它是一個問卷調查 它沒有cover到所有的母體 所以我們在用這個問卷調查的樣本 回推母體的時候 會有一個範圍 是不確定的範圍 那通常就如果他們沒有overlap到 那他們就是有顯著不同 就是母體實際的值可能就是有顯著不同的 那如果overlap到的話就是應該是一樣 那那邊是程式嘛 超簡單 好 就是我們把dataset拿進來 那來做一些pandas的操作 我主要是把那個 對婚姻的評價小於等於2的把它變成是false 然後大於2的就是true這樣子 然後新的datafriend 做一下goodbye 然後選某個欄位describe一下 然後就形成大家剛剛看到的表格 超簡單 然後我再把AB兩組分開 就是pandas很簡單的select那個的方法 boolean index的方法 然後最後面的重點 就是丟到sipy status的t-test-independent 然後把兩個a跟b丟進去 然後equival variance等於false 就是通常是建議開false啦 這樣會比較robot一點 就是開就對了 好然後拿到第一個就是p-value 超簡單 其實剛剛講的一切 其實困難的都只會在說 欸你要不要相信他 但實際上在用的時候 就是非常簡單 難的會是在理解跟判讀的部分 好 那即使你覺得好像有點困難 有點沒辦法接受 那也非常推薦 你也可以就是用c-bone 直接簡單畫個圖喔 那這個是用另外一個套件c-bone 前面的頭影片有介紹的套件 有列出來的套件喔 你就可以把那個圖很快的畫出來 那通常就是把那個表格 describe出來p-value弄出來 再附一張圖 你的說服力就非常的強 對 喔忘了講 就是我每次要講這個主題 好像前一天都會老闆來找 欸 老闆來找我聊天 就是會聊一些 欸 那那個這個兩個數字 我覺得有點低 好像今年比去年低 你會幫我查一下是為什麼 然後有時候就是看半天 沒有啊 找不到原因啊 就是一樣啊 奇怪了 為什麼會不一樣 然後做個假設檢定 看這p-value超高 就是今年的數字 跟去年的數字 可能比較低 但都還在誤差範圍內的意思 對 其實還蠻好用的 有時候你就是 OK 你算算p-value其實還蠻高的 就代表說 他們是一樣的可能性還蠻高的 那我們就把資料整理出來 算一個p-value 畫個圖 就還蠻有說服力的 推薦給大家 很好用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個就是 不顯著的例子 就是這兩個 職業2跟3 2跟3分是什麼 好像是農夫跟白領階級 忘記了 應該是 然後假設他們發生婚外型的次數一樣 那算出來的p-value就是高達70% 有點像我跟老闆聊天的這個例子 就是 其實他們是沒有什麼差別 但老闆可能就 低了0.04 我告訴你趕快想辦法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遇到過類似的情況 對 那你就會發現 這個在誤差範圍的機率其實是還蠻高的 你就可以這樣子讓老闆安心 好 那最後面就會發現 就是 就是我們沒辦法拒絕他們的命值是一樣的這個假設 然後所以他們分別是有兩個不同的數字 但我們傾向覺得可能是隨機誤差造成了兩者的不同 那一樣圖畫出來其實就是還蠻清楚的 就是他那個confidence interval就是一個彼此overlap的情況 所以我們就是沒辦法就是覺得說他們真的有很顯著的不同 好 那接下來的另一個重點就是 就是在這樣子的情況的時候啊 記得要做一下power analysis 那主要的問題是因為假設檢定很依賴sample size 那你有時候可能做實驗或是你的dataset的N是固定的 那你沒辦法為了它去增加N 那你可能要判斷一下在你的這個資料集裡面 你可以偵測到的那個 你可以偵測到的那個差別是多少 因為知道資料集不夠大 你就沒辦法偵測到足夠大的差別 那有時候可能是你想要偵測一個很小的signal 可是就是偵測不到沒有辦法 你的知道集就是那樣子 統計學沒辦法救你 統計學不是神 好沒辦法救你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來測試看看 如果我們想要偵測到大於0.5次以上的差別了 那在1%的signific level 你可以有這兩個東西 你可以先把它射出來 就是我們假設有a是某個數字 那b這個b這組人的數字是a加0.5 發生外景的數字 那我們想在alpha是0.01的時候偵測到它 那這個很方便就是你可以用工具就可以算了 g star power非常好用 那或者是你也可以用python的套件 status model來算 我本來之前很堅持用python 後來也是對於工具屈服了 按計算機比較快 對那算出來是0.9981 就代表說它有99%的機會 不會miss掉這樣的差別 所以我們就可以很放心的說 欸對真的是沒有顯著 好那給大家看 那如果你發現power很低的話 那你可能就代表說 你的指導機沒辦法真是這麼小的effet size 你可能要放大一點 或是你alpha值不能選用這麼低的 就大家可能 這也是公司這件例子 可能就是選了傳統的5% 然後就發現太嚴格了 就是我們的sample size 沒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所以可能alpha就不能設那麼嚴格 或者是可能要多收集一點樣本 這還蠻重要的 大家常常忘記這件事情 那這是G信號power 還蠻方便的 你可以照著那個截圖上去選到相應的東西 然後把直輸進去就可以拿到了 好 那目前為止可能介紹了很多名詞 大家可能聽得有點 就是頭昏腦脹 那邊整理一下 我自己通常的喜歡就是 都用alpha跟beta來講 那就是因為他們概念上是一致的 不過統計學就是很煩 統計學通常比較喜歡用alpha跟power 那他們的概念剛好是差一個-e 那就這邊提供給大家 就是做對照 好 那 我們更完整的講一下power analysis 那做power analysis 是因為我們選定了這個alpha值 跟road effect size 還有beta beta就是一件power 他們跟sample size 是有函數關係 所以通常就是 通常最好的情況是你在 要進假設檢定前 你在搜集資料前 你就先決定好你想要的門檻值 是多少 那你想要偵測差異是多少 你想要可以偵測到就是那個 細微 一個是判斷這個資料的門檻是alpha 然後beta是你可不可以偵測到這個 road effect size的另外一個門檻值 你就可以去計算你需要的sample size 你就可以用G型號power 就可以決定說你需要的sample size是多少 就是比較良好的規劃的情況下 那如果運氣不太好 通常運氣都不好啦 沒辦法做良好的規劃 或者是實驗的過程中 蒐集資料過程中 有一些出了一些差錯 那你可能需要在做了測試之後 如果你決定你想要判斷它是不顯著 那你可能要多看一眼beta 來確定說你的這整個推論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這邊要幫我注意一下 就是alpha road effect size還有beta 這邊都是我們想要達到的 而不是觀察到的 這個數學上有點微妙的不同 好 那最後就是 因為我們還會介紹 Casker Test 待會 那 它相當於two proportion z test 那主要要講這件事情 是因為你在那個工具 Casker Test 的power analysis 因為數學定義的關係非常的難用 那他們是等價的 那two proportion z test的那個界面比較好用 所以就是如果你需要算它的power 可以去用two proportion z test的界面來用 在選項來用 好 那 欸 我簡報好像 這個是剛剛那個 不顯著的那個例子啦 就是一樣就是 前處理 然後 把 資料丟進t test independent 我們就可以拿到答案 還蠻簡單的 那後面就是多補充一下 其實它那個function 直接給list也可以 所以也不需要那麼複雜 你也不需要真的去學pandas 你就是把ecell的數字複製貼上 你就一樣可以做假設檢定 好 還蠻方便的 那 我自己最常做的可能就是 公司Monkey的數字 就丟進來算一下 就大概就有個結果 或者是像t test比較簡單 你拉google去的公式其實也有 好 那再來是chi2 test 好 那chi2 test其實概念上是類似的啦 只是他們檢定的標的不太一樣 剛剛我們在檢定的都是平均值 那chi2 test檢定的是比例 那我們這邊就是分別計算 對婚姻評價是不好 跟海型 囊破跟破的兩組人 那他們發生戶外型的比例 那我們發現一組人是大概30% 一組人大概是66% 那我們就想知道這個比例有沒有實際上的差別 好 那我們算出來p value就是很小 OK 好 那他們就是有實際上的差別 好 圖畫出來是這樣 這例子比較明顯啦 有時候差異太大了 你就也不需要特別做假設檢定了 那假設檢定就是讓你再安個心 好 那這邊的處理比較複雜 我就大家有興趣可以看 我就不詳細介紹了 就都是前處理的部分 那實際上就是處理成 大家剛剛看到那個表格 然後把它丟進 chi2 test function裡面 就一樣可以拿到那個p value 那個圖字這樣畫出來的還蠻方便的 好 再來這個例子比較有趣 其實一樣是對比例進行假設檢定 但這邊的數字有一點比較微妙的接近喔 0.30跟0.35 這到底有沒有差呢 拉矩整 好 那你就會給p value算出來0.03 你就會發現 欸發生 就是 假設他們一樣觀察到這組資料的幾率大概是 千分之三 所以還蠻低的 所以應該是真的有不一樣 你就可以更放心一點 他們不是一個random的誤差 而是應該是真的有不一樣 那這還蠻有趣的 這個如果你只看圖 有時候就是 我剛好剛剛講的那個例子就是 因為是圖表畫出來 那就有一個明顯的drop 欸沒有很明顯的drop 就稍微變低 那有時候圖表會誤導你 就覺得好像有變低 那有時候可能其實沒有 或者是其實有 但你看不出來 像這就是一個例子 就是如果你只畫圖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 這樣比例應該差不多吧 但其實 假設相等發生這樣的幾率 只有千分之三 只有千分之三 所以就是有時候你多算一個p value 它可以輔助你就是在一般平均值 或者是圖表判讀上的不足 這個例子還蠻有趣的 這圖還蠻有趣的 真的是肉眼看感覺是還蠻像的 如果你沒有跟我說那個p value 或者是比例的話 好 那 欸一樣程式碼的部分 我就稍微 我就不細講了 主要也是跟大家介紹就是說 欸 Casker Test如果你要算的話 它其實也蠻方便的 就只是說 像這邊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raw可能就是 poor 乾擋poor 那colin可能就是有發生跟沒發生 然後你這樣丟進去 它就可以算出一個p value 所以你就用sidePine 然後這個function弄出來 然後數字丟進去就有了 你不需要學會pandas 不需要任何東西 那這邊只是要注意的是說 通常我們的習慣可能是分子跟分母 那這邊的colin不是分子跟分母 我再說一次不是分子跟分母 它的 它的第二個colin是分母減分子 就是它那個必須是獨立的colin裡面的數字必須是獨立的 而不是就是有overlap的東西 這是在使用上跟大家習慣可能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要記得就是每個colin要是獨立的 這個內容是一個人不能同時存在在兩個格子 對 對 好 好 那以上就是簡單介紹兩個我自己最常用的假設檢定 好 那就是這邊就提供一張超簡單的趨勢 幫助你挑選合適的假設檢定 如果你想要測試平均值是不同 你可以用well choose t-test 那它基本上就是t-test然後再開那個equal variance than false的option就是well choose t-test 比較robust一點 比較可以容忍就是你的資料的變化比較大 就是比較不符合假設的情況 對 那有一些數學的原因嘛 就是用它就是比較robust 好 那如果你是想測試中位數 那這個也蠻重要的 剛剛我們沒有講到關於中位數 就是每次政府公佈就是平均的台灣人薪資 大家就會很生氣嗎 就是因為郭台銘等等的 會把台灣的平均新資往上拉 導致就是在平均值以下的台灣人很多 大家就很生氣 就會去 不好意思 就會去洗版洗那個留言 所以這故事告訴我們 就是有些時候就是平均數 不是很適合描述一個群體 如果在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你就可能比較適合用中位數 那比方說如果台灣政府 決定公佈新資的中位數的話 那太棒了 那只有一半的人會生氣 對 好 還是會很生氣 好 對 但是生氣人比較少嘛 對 就是如果你的數字 不是適合用平均值衡量 是適合用中位數來衡量的話 有一個叫做 Man Whitney U-Test的東西可以用 好 那最後如果要測試比例的話 就是開Square Test 那這邊有一張完整版的 好 就是根據各種細節的完整版的 那就是因為大家大概有87%的機會 不會用到這麼細節 所以我就 讓大家知道我這個東西 我就不細講 好 那 Well Choose T-Test 但是說真的就是 真的剛剛介紹那三種就很夠用了 就希望你有機會用到Medium 你可能連中位數的都不太想用 那剛剛那個 完整版的Tri-Shit的主要是說 如果你的實驗牽涉到就是 對一個人重複失策的話 那他會需要用DIF的方式來做 那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們是做 可能做網站等等的 我們不需要像做醫療那麼辛苦 一個人要實驗兩次 我們都是分兩組然後做實驗 就不會有這種情況 好 所以真的是不太有機會用到 我自己都沒有用到過 就只是學術上會 一定會介紹這些東西 好 那用Well Choose T-Test 主要就是因為 傳統的T-Test 當初在發展的時候 它假設兩個 population的variant 兩個母體的變異數是一樣的 所以 通常在各種情況 是 不是成立的 所以我們就需要 我們就需要做一些條件 不好意思 做一些調整 而是很多情況 你會違背這個假設 產生出來 PVL就不是那麼正確 那後來 Well Choose 修正了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 用Well Choose T-Test 就沒有問題了 那通常 它是沒有什麼副作用 所以就直接用就好了 好 那這邊有更多的趨序 好 真的是各種趨序 還有Reference 就是如果你對 就是上面的一些描述 就是有一些問題的話 你就可以去參考Reference 就是更細節的 更細節的說明 好 那這邊是 進行一個 假設檢定完整的步驟 首先要決定 你到底要用哪個Test 就是你要檢定的標的 到底是什麼 那再來要決定 你的各種門檻值 Alpha Effect size Beta 或者是說Power 你想要達成的 你想要達到的實驗精度 到底是多少 然後計算出Sample Size 如果這是一個完整的步驟 通常是運氣沒那麼好 然後都是看能搜集到幾個 就搜集到幾個 然後搜集完 還是搜集越多越好 因為搜集越多 就可以幫助你達成更精確的測試 然後測試 好 那如果有需要的話 就是看一下Beta 那最後就是建議大家 可以像我前面簡報一樣 你不要只把PValue講出來 或者是不要只講有顯著 或沒有顯著 你可以把每一組的平均值PValue 那甚至畫個圖 或者是你有Confidence Interval的話 一起寫出來 那甚至是你的研究設計等等的 都會幫助大家理解你的研究 而不會被誤導 好 那這一頁就是想跟大家介紹一些 如果你對統計學也蠻有興趣的 今天早上Keyno 是不是說要Live Python And the Seal of War 是嗎 看到這個副標覺得真的夠強的 好 那對 如果你想要離開Python 來學一點數學的話 欸 好像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要做這件事情 數學很好玩啦 那這邊提供一些就是 我自己重新學數學的時候的一些 我覺得蠻棒的網站 Sing Theory 是幫你視覺化了很多統計學的理論 還蠻棒的 就是有一些觀念 我真的是看了那個動畫才 哦 原來是這樣啊 好 那就是統計學 早就全部還給老師了啦 然後 以前學的機率也早就忘光光了 那我是看那個SightPy的 Statical Tutorial 把他們找回來的 你知道寫程式練數學真是蠻有感的 就是以前算數學你只能用想像的嘛 那寫程式還會告訴你的答案 就蠻有感的 所以蠻推薦的 那Statical Model是一個就是 就是更多的 我們剛剛介紹的都是SightPy的範疇 SightPy裡面有的函數 Statical Model裡面就有更多的統計學的函數庫 包含線性回歸等等 也是非常好用 就是幾乎跟阿一樣 應該沒有那麼誇張 對 就是還蠻多好用的函數庫可以參考 那倒數第二個是生物統計 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就是從零 然後重新學一下統計這個東西的話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他有從數學的觀念 可能再幫你介紹一下統計學這樣子 不過又是比較親和的方式 覺得蠻好的 那最後也是就是玩了這麼多數學之後 我最近最頂的在玩數學 發現其實到頭來最重要的還是研究設計啦 就如果你的研究設計可以設計的好 其實你後面就不用用那麼多複雜的方法 就用個T-test答案就出來了 或是不用用Machine Learning 你就簡單的東西就出來了 所以Research Design真的是一件蠻重要的事情 就也推薦大家要了解 好 那最後就是整理一下今天跟大家介紹的 大家在統計學的時候 常常會看到Now Hypothesis 好像很難 很難 一方面難發音 一方面 對 一方面難發音 一方面難理解 那它其實就是Equal的意思 好 那PValue的定義 所以這個真的很重要 就是給定一個No Hypothesis 那觀察到這組資料的機率是什麼 你看到PValue不懂的時候 你就把這個當口訣 因為我現在很常跟公司同事介紹 我都把這個變成一個口訣了 就是你就想到這句話 你就可以理解 你就可以比較容易理解它的意思了 那它有一種介紹的方法是說 資料跟假設的相容性 那我後來調查了一些 好像大家都覺得這其實沒有比較好動 所以就是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今天也介紹 我要去T-Test跟K-Square Test 很好用 一個測平均值 一個測比例 那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話 你可以利用Paw Analysis 來算simple size 那最後就是 報告可以寫完這一點 不要只把那個顯著與否寫出來 好 那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利用假設檢定 來對抗老闆 欸不是 就是把那個P-Value算出來 可以幹精確的了解 你的資料有差 到底是來自誤差還是真的有差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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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